这里是艺术之都巴黎 沿着刘京市中心的塞纳马恩省河而下 在许许多多的历史性建筑物之中 啊 已经看到了 那是热爱艺术的人一定会到访的美的殿堂 卢浮宫美术馆 这里有着多达三十五万件的收藏品 馆内日常展示的有三万五千件收藏品 每年都会吸引八百万人来到这里进行参观 这里有着一些世上最不可思议的名画 就算是在卢浮宫美术馆里 还是显得异常珍贵 被称为世界第一名画的 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 从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往西走四十公里左右 就来到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故乡 在橄榄园的包围下 显得非常悠闲 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 来到了五百五十年前一样 老爷爷也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 啊 这里还有咖啡馆 店名呢就叫蒙娜丽莎 这尊马匹铜像就是以达芬奇画的马为范本的 这好像是喜欢达芬奇的人捐款建成的 真是栩栩如生啊 这栋红褐色砖块建筑 收集了和列奥纳多达芬奇有关的物品 是一家列奥纳多博物馆 还有这种设施呢 大家都会拍张纪念照 在这一家博物馆内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物品 这些是什么呢 看上去好像是什么模型 其实这些模型是来自被称为首稿的 多达一万页的 列奥纳多达芬奇研究笔记 目前现存的手稿有六千页 内容包括天文 生物 数学 机械等等包罗万象 例如这辆自行车 这也是列奥纳多发明的 真厉害 和现在的自行车没什么两样 这是什么呢 听说这其实是直升机的原型 那这个像是散怪的物体呢 没想到竟然是战车 这个形状也很特别 很像竹爬 听说这是三十三连发的机关枪 看起来列奥纳多似乎也精通建筑 这个呢是军用的折叠桥 好像真的曾经在战争中被用来渡河 列奥纳多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他的天分 把他所想的都做了出来 列奥纳多达芬奇 一位如此全能的天才 另外 他也成为了十五世纪 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 也被称为西洋画大师 列奥纳多是一个科学家 还是一个艺术家呢 他到底想用他全能的才华 做些什么呢 在卢浮宫美术馆这里 有着解开这个谜题的线索 那就是史上最有名的肖像画 被称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佳杰作 蒙娜丽莎 为了一睹这幅名作 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人竟然有数亿人之多 人们究竟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着迷呢 大家都说蒙娜丽莎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幅画 我们来挖掘一下她的秘密吧 妇人把右手轻柔地放在左手上 气定神弦 背景呢 则是充满幻想的风景画 她的嘴角带着神秘的微笑 几个世纪以来 蒙娜丽莎持续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看 而这幅画作其实隐藏着 列奥纳多精密的计算 比起那些长宽不一的图形 像正三角或正方形那样整齐的图形 总让人觉得美丽 人的脸部包括眼睛鼻子还有嘴巴 应该也有最理想的比例 列奥纳多以古罗马建筑学为基础 思考着能取得平衡的理想姿势 完成了画作 列奥纳多还会忠实地观察大自然 把它画进了蒙娜丽莎这幅画里 仔细看看会不会觉得苍蓝的山林比较远 眼前的山林是绿色的 远方的山林看起来却笼罩着蓝色 列奥纳多发现这种神奇的现象是空气中的水蒸汽造成的 他认为把背景的山丘画得又蓝又淡的画 可以更加真实地呈现出大自然原本的面貌 这种技法被称为空气远近法 和一直以来的非科学远近法相比较 这可以表现出更加细致并且更有层次的背景 另外一个在列奥纳多的观察之下发现的就是轮廓的特点 轮廓线在大自然中并不存在 列奥纳多想到了这个 就用手指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的轮廓线磨散 这种方法被称为运涂法 让坚硬的线条模糊化 背景和人物就能完美融合在一起 空气远近法以及运涂法 列奥纳多创造的这两种绘画技巧 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画时代的发明 给日后的欧洲画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全能天才列奥纳多 倾其一生而完成的作品就是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不仅仅只是一幅画 更是跨越绘画领域的一幅名画 1452年4月15日 列奥纳多达芬奇在芬奇村出生了 而芬奇村就位于意大利中部地区托斯卡纳的郊外 列奥纳多的父亲是一位律师 同时也是名门之后 而他的母亲卡泰连纳出生于贫穷之家 因此两人不被允许结婚 列奥纳多成了私生子 在不知道生母是谁的情况下长大 我是没上过学的孩子 列奥纳多这么说过 当时列奥纳多十分贫穷 他没有办法去上学 而列奥纳多的学校呢 就是大自然 野外的花朵 树木 动物和飞鸟 流动的河水 天空 云朵 还有太阳 他用他清澈的双眼 观察自然界的一切事物 这使他掌握了真实的世界 造就了科学的眼光 这些经验 最后让他成为众人口中的全能天才 列奥纳多用他拿手的绘画 把他从大自然中学来的知识 通通记录下来 他随手画下飞翔中的鸟 这并不仅仅只是鸟类写生 他还详细汇出了鸟类飞行的原理 如果能制造出有羽毛 肌肉和骨架的机器 人类是否也能在天空中飞翔呢 他那旺盛的求知欲 产生了许多的创意 而他的这些创意 就是现今飞机的前身 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市 在还是一片宁静丘陵的时期 被大自然包围着 该地区的首府佛罗伦萨 距离利奥纳多达芬奇出生的芬奇村 非常的近 佛罗伦萨在英文中是指开花 如同字面意思 这里富有十足的花都风情 街道上到处都是四季的花卉 一大早就挤满了小贩和民众 这是阿尔诺和尚的旧桥 世界闻名的花之圣母大教堂 是这座城市的一大象征 这是红屋顶的住宅区 空气中弥漫着历史的香气 让人仿佛回到了中世纪 我们到街上走走 正好碰到穿着中世纪服装的人群 这是模仿骑士游行的队伍 位于佛罗伦萨入口的罗马门 似乎从列奥纳多的时代起就有了 不知从芬奇村来到这里的列奥纳多 穿过此门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感想呢 列奥纳多是在十五世纪后半期 来到佛罗伦萨这里的 在这里他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 赶上了文艺复兴的潮流 并且逐渐成长为一名大师 被称为全能天才 美帝奇家族是中世纪 独一无二的商人世家 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潮流的一大推动者 美帝奇家族经营羊毛加工 并且涉足金融业 让佛罗伦萨成为了当时欧洲的第一商城 这就是美帝奇家族的族徽 在佛罗伦萨 人们随处都可以看见这个族徽 六颗圆球代表药丸 据说美帝奇家族是从做药商起家的 美帝奇这个词就是音译字英语中的药品 这是廖纳多的师兄所画的 东方三博士的礼拜 除了刚出生的耶稣之外 还在上面画了美帝奇家族的许多人 让人感受到了美帝奇家族的权势之大 左边那位穿着红衣 抬头挺胸的 是美帝奇家族的代表洛伦佐 顺便提一下 在画面最右端面向我们的 似乎就是作者波提切利 市民的物质生活开始变得富饶 与此同时 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后来他们与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后者曾在其作品中 直接地展现了人性 市民们开始想要复兴他们的文化 这就是文艺复兴的起源 这股文艺复兴浪潮 也推向了艺术领域 让绘画界由此产生了 许许多多全新的技法 而列奥纳多达芬奇 正处于这股巨大的洪流之中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布罗茨基的作品 大卫 其实这尊雕像是以16岁的 列奥纳多为模特而制作出来的 列奥纳多是怎么变成布罗茨基的模特的呢 这是因为他曾经在布罗茨基的工房 待过一段时间 列奥纳多在布罗茨基身边时 也参与制作了佛罗伦萨的象征 花之圣母大教堂 听说布罗茨基工房制作的 就是塔顶的金鸡蛋 还有那个十字架 而到了18岁的时候 列奥纳多就以助手的身份 参与了布罗茨基工房制作的基督寿喜 请仔细看看左边的天使 这就是列奥纳多画的第一个作品 听说背景里的那些山 也是出自他的笔下 列奥纳多年纪轻轻 就展现出了其超越布罗茨基老师的出众才华 列奥纳多笔下所画的天使 让布罗茨基老师也惊为天人 据说他从此以后便封闭了 不再作画 不愧是与天才列奥纳多有关的小插曲 列奥纳多二十一岁的时候 终于有人请他画了一整幅画 年轻的列奥纳多的杰作 《受胎告知》便问世了 从中世纪一直到哥特时代 《受胎告知》是最多人 选择用来作画的宗教主题之一 天使长加百列通知玛利亚 他已经怀了神子耶稣 画面相当地严肃 列奥纳多运用科学家的观点 追求写实的风格 天使脚下的庭园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从圣母玛利亚的生产日期倒过来推算 当时应该是春天 有百合 鸳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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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鸳�� 作品的真实感 这幅画随着观看角度的不同 手的位置还有与桌子的距离都会不同 是经过精密计算画出来的 很有趣对吧 列奥纳多在首台告知之后 又画了几幅与圣母相关的画作 其中之一就是在卢浮宫美术馆内的 百诺瓦的圣母 这幅画画出了充满人性的 写实的母亲的姿态 人们形容文艺复兴时期 是打开通往科学时代的一扇窗 时代的变化此刻才刚刚开始 列奥纳多以一名先驱者的身份 一直走在最前方 在文艺复兴时期 列奥纳多年少时便展现出天才的风范 另一方面他也有一些令人感到吃惊的举动 这是他在三十岁左右画的圣者罗姆 画的是古罗马时代的一名神职人员 同时也是神学者圣者罗姆在横卧的狮子前方 苦恼烦忧的模样 但不管怎么看 这都不像一件成品 其实是列奥纳多创作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列奥纳多1481年画的东方三博士的礼拜 这幅画展现的是三位智者来庆贺耶稣诞生 但他同样没有画完就中途放弃了 列奥纳多在这幅画里设计了战斗场面 还有采用了远近法的建筑物 群众的表情各不相同 因为画了许多人 这幅画变得太复杂了 有种观点认为 他应该是画不下了才罢手的 不过正因为它很复杂 所以成为了美术史上非常珍贵的画作 这是意大利北方的城市米兰 这座城市的一大象征就是米兰大教堂 从十四世纪动工 花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才建成这座教堂 米兰大教堂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哥特式建筑 说到米兰 它现在成为了意大利的流行服饰中心 从中世纪开始这里的商业活动就很兴盛 它将漫长的历史和洗练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是座很棒的城市 列奥纳多三十岁的时候 在米兰的斯福尔扎公爵召唤下来到了这里 1483年 1483年 受米兰教会的委托 它绘制了《盐监圣母》 该画目前收藏在卢浮宫美术馆内 画中描绘的是 年轻的圣母玛利亚在黑暗的洞窟里 右手搭着幼年的诗席者约翰 左手放在幼年的耶稣上方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 《盐监圣母》一共有两幅 为什么会有两幅相同主题的画作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教会 拒绝接受列奥纳多的画作 教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那是因为画作中缺少表示神圣人物的光圈 也没有画出诗席者约翰的一大特征 十字架 虽然这是廖奥纳多彻底追求真实的结果 不过按照当时教会的观念 这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场和教会的争议 长达二十年时间 最后列奥纳多要徒弟画了相同的画 请教会收下 当然第二幅画就依照教会的要求 明确地画出了光圈和十字架 我们来仔细比对两幅画 细节的修饰 还有人物表情的描绘方式 是不是明显不同呢 最早画出的岩间圣母 目前收藏于卢浮宫美术馆内 这是因为廖奥纳多把这幅画 卖给了占领了米兰的新统治者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 至于另外一幅岩间圣母 现在则在伦敦国家一郎展出 夜晚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地上做画 画得好像是岩间圣母 他们看上去是在意大利学画的亚洲学生 画得挺不赖的 加油啊 在米兰 除了米兰大教堂之外 还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建筑 圣玛利亚感恩修道院 位于城市的中央 里面有和蒙娜丽莎齐名的利奥纳多的代表作 最后的晚餐 这是在米兰君主斯福尔扎公爵委托之下 画在修道院食堂的墙壁上的 它高4.5米 宽8.8米 是一幅巨作 在光影诠释的非常柔和的建筑空间内 有着耶稣和十二个人 你们之中 有一个人将会出卖我 耶稣说完之后 其他十二个人开始交头接耳 惊讶 困惑 悲伤 愤怒 怀疑 害怕 列奥纳多用他过人的造景能力 画出了各种情绪交织的状况 每个人的动作和表情既冲突又相连 犹如波浪不断地拍打 画面中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各不相同 在被称为列奥纳多手稿的手写笔记里 有着许多迥然不同的脸孔与面部表情的素描 像这种真实的人体动作或面部表情的画法 据说是从让旁人惊恐的人体解剖中得来的 只有列奥纳多才会用该技法 列奥纳多同时也是解剖学的先驱 拉伸后的肌肉会变成这样 而与其连接的部分就会变成这样 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实验就能够精确地掌握人体的构造与结构 到了精确掌握人体构造的列奥纳多手中 十二位门徒与耶稣基督的对比 简直就像是在眼前上演的一场逼真的戏剧 你会不会觉得仿佛还能够听得到他们的对话呢 仔细看看圣人的头上 并没有这个时代的宗教画中最基本的光圈 这也是列奥纳多身为一位科学家 彻彻底底追求真实的一种表现 请看看画面中朝后方延伸的深度 好像真的在那里有一间房间 造成了令人惊讶的超越真实世界的三维视觉艺术感 还有一个关于这幅画的神奇故事 最近因达芬奇密码而成了热门话题 那就是列奥纳多在十二位门徒之中 画了摩大拉的玛利亚 右边的这个人看起来很像女性吧 一想到熟悉人体结构的列奥纳多 不太可能会画错 有人就会觉得或许这个传闻是真的 这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代表作 蒙娜丽莎 她是从五十一岁的时候 开始着手绘制这幅画的 作画地点就在这里 佛罗伦萨的新圣母教堂 这些柱子也画进了蒙娜丽莎的背景里 后来 列奥纳多在六十四岁的时候 来到了法国巴黎西南方两百公里处 优雅地驻立在卢瓦尔河畔的昂布瓦兹城堡 列奥纳多是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 来此做客 他变成了国王的谈话对象 在此也发挥出了他全能的天分 完成了许多工作 进行卢瓦尔河修建工程时 他研究了河水的流动 运用在河岸工程上 列奥纳多设计的这个螺旋双T 有着著名的独特构造 螺旋双T并不是交错的 而是以援助为中心 持续往上延伸 可以让上下楼的人不碰到面 列奥纳多在昂布瓦兹这座小城市里 结束了他六十七年的生命 直到最后 他都不愿意割舍蒙娜丽莎 据说 列奥纳多一直把蒙娜丽莎留在身边 不断修改 直到去世 他究竟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喜爱呢 答案的线索就在和蒙娜丽莎一起被带到昂布瓦兹城堡的这幅画里 也就是圣母子与圣安娜 画的是耶稣和母亲圣母玛利亚 以及圣母的母亲圣安娜 对于从不知道圣母是谁 以私生子的身份长大的列奥纳多而言 这两位都是非常理想的母亲 圣安娜脸上浮现的微笑 似乎和蒙娜丽莎很神似 或许这就是她直到最后都放不开蒙娜丽莎的原因 蒙娜丽莎这幅画有着众多的谜团 许多被称为肖像画大师的画家 都表示参考了蒙娜丽莎的姿势 连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之一 拉斐尔都画过与蒙娜丽莎姿势相同的画 这是17世纪著名的肖像画大师 荷兰的弗朗斯所画的平民蒙娜丽莎 这是法国19世纪的风景画画家科罗 难得画的一幅年轻少女的肖像画 全能天才所画的肖像画 具有让许多大师竞相模仿的魅力 那么蒙娜丽莎到底是谁 大多数人认定她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富商的妻子 吉奥康多夫人 也有人认为蒙娜丽莎是列奥纳多的自画像 美国的某个研究所把列奥纳多的自画像与蒙娜丽莎重叠在一起之后 发现两者就像照镜子一样吻合 然而说到蒙娜丽莎最大的谜团 那就是蒙娜丽莎或许是一幅假画 距离现在大概一百年前 蒙娜丽莎曾经失窃 震惊了全社会 虽然在两年后势而复得 但没想到画作的尺寸却不同了 蒙娜丽莎是真是假 能够确定这个问题的 看来只有列奥纳多本人了 许多谜团围绕着蒙娜丽莎 或许谜团也是名画的魅力之一 列奥纳多绚丽多彩的一生 都在全力挑战各个领域 留下了非常精彩的成果 这位全能天才留下的手稿 也就是列奥纳多大量的手写笔记 其实多数是用一般人 看不懂的文字写下来的 这是照在镜子里 就能够看懂的相反的文字 他到底为什么要用这种镜子文字呢 答案也只有列奥纳多才知道 列奥纳多在私人笔记中写道 如果画家不是全能的 就不会受到赞扬 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 全能的天才 列奥纳多达芬奇 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只有绘画才是最棒的艺术 在这里的生活中 不应该是最棒的 我看不懂的 它是最棒的 在这里的生活中 是让我看不懂的 我看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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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